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才能改变命运 其好处到25岁之后会逐渐的明显 到那时候无论如何你都找不回以前的青春感受 看到周围的年轻人只有两个字羡慕 这时候的女人气质最重要了 气质离不开内涵 感谢你曾经读过的书和奋斗的自信 乐宽地付出生活的立场吧 气质是装不出来的 第三点是要有自己的事业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强烈的一个事业感 那至少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哪怕是写点文章也可以 不要告诉我 你只喜欢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和吃零食 第四点是做一个经济独立 思想独立的女人 在这个前提下 面对尊重你的男友和无压力的坐姿小乖猫 第五点是保持一点神秘感 不要将自己的一切都百分百地坦露给他看 一个人吃得太饱是会厌食的 而是不会感激 第六点是懂得适时躲在他身后 跟在他的身后 男人都喜欢女人小鸟依人的 所以女人也爱躲在男人身后 让他保护你 第七点是只在他面前很笨 让他惊喜的发现 原来在大家眼里 并且聪明的你 也会犯只有他知道的弱智错误 第八点是 遇事不能乱了方称 在慢慢人生路上 很多时候就算是两个人在一起 也会需要一个人单独面对的一个事情 能够独立处理一些事情是成年人的标志 就算是情侣或者夫妻 也不能掩盖你们是两个个体的一个事实 第九点是不要经常去试探男人 更不要以分手作为威胁 当你经常给他这种暗示 他的潜意识就会做好分手的一个打算 如果哪一天他冷不丁的答应了 到时候你就后悔的来不及了 第十点是不要总把自己的男人和别的男人比较 不要说他不如别浪漫 不如别体贴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 爱的方式也是不同 经常这样说 会使爱成为一种心理负担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加点赞 感谢观看